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小伙 他从小到大就是降 降着降着就降到了全城热恋来 一路降着来的 对 来 掌声有请小伙出场 全城热恋 大家好 我叫李静阳 来自吉林冬安 我的爱情宣言是 冬安小伙得辣酱 找个老板娘 我绝对不和你酱 好 你好 李静阳 李静阳 你看这爱情宣言 刚才我还在担心呢 说降这姑娘会不会觉得 哎呀 这太降了可不好啊 你是爱情宣言是怎么的 找个怎么的 找个老板娘 老板娘我不跟她降 不跟媳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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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永远都是对的 就是如果有不对的 坚持第一条原则 有发展的 你看有发展的 来看看8号 茉莉被灭灯了哈 解释一下 不是为啥灭我灯呢 你好女嘉宾 就是你这个街舞少年这个范儿 街舞少年这个范儿 街舞少年这个范儿 就是作为一个沉稳大叔 我接不住 沉稳大叔 你连我啥职业 你都没整明白 就是你这个范儿 属于街舞少年那个范儿 是咋的 你是觉得我没有你降 还是觉得我当不了老板娘 还是觉得我没有老板娘的劲儿 你挺好的 还是我降吧 你可真是太降了 来看一下16个姑娘 对谁的感觉最好选一中人 好 来看一下李金阳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活了32年就一个字 叫 我是李金阳 今年32岁 家是农丸的 是爷们就不能服输 爬也要爬到重点 打小我就想走成农村 让我爸妈过上好日子 人别人家的孩子 学习好 能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 我也不是学习的这块料 但是我就降 不上学我也不想比别人差 所以我选择参军入伍 在部队我也降 由于可能是身体胖的原因 训练上也拖半级的后腿 为了争口气 为了争荣誉 我曾经自己跑步把自己类图写过 终于通过我这五年时间的努力 我光荣地入了党 也取得了悠悠士兵等多项荣誉 对于人生的发展方向 我也降 更不想让我留在部队 但是我想出来干点自己的事业 所以我决定回家放夜 对于退位后干点什么呢 我也坚持着自己的倔强 家人们都认为 我现在做的工作呢 可能都是女孩子干的 而我认为呢 粗犷的东北老爷们儿 也可以做天使 老爷们儿呢 就要要刚有刚 要揉有揉 刚揉并济 所以呢 我现在在农安的龙王江 开了一家 属于自己的蛋糕店 现在蛋糕店的生意呢 非常红乎 每年收入才十万左右 看到了吗 这些都是我做的 还有这些甜点 以后如果哪个公家 价格有的话 咱天天换成样吃 365天不重样 这些年就是因为降 我现在拥有了一台 十万左右的代步车 也在农安县 买了一所属于自己的 95层的房子 现在已经通修完了 确实挺强 一号大新 我是看他说找老板娘不强 你想找个啥事老板娘 你看我行不 室内架势的东西 自认为是老板娘 有老板娘气质的 可以为我留灯 这个问题是个坑 他这说话挺押韵的 可以为我留灯 这是一个坑 你明明知道是个坑 你还让人家给你留灯 这坑里边是什么 坑里头就是个灯 就像说你说找老板娘 16位女嘉宾 那你咋能展现出来 哪个符合你的气质 一会需要检测 一会 那你记着带我一个 我也想试试 可以 可以 笔心 马上就感兴趣了 你跟我们说说 那个你开那蛋糕店呗 为啥你们家卖那么好呢 一年能十多万的收入呢 为啥呢 我家的东西 没有防腐剂 没有色素 这个我敢保证 就是可能是 把最好的东西 就是展现给顾客 反正我这做东西 对自己要求挺严格 这面包也做出口碑来了 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好像 你家做的这个面包 都挺费事的 不像别人那个 都挺简单的 对 我今天早上 不像不到五点吧 起来的 一直到下午到这儿 电视台来 一直在做这个面包 请吃吗 大家 我就后台取一下 带了 带了 我下去取吧 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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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大豆板 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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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咱们节目当中 上面包都不是这么 一小六一小六的 给人家是一大板子上 跟上豆腐似的 是不 可以 可以去了 马上咋分 对 不过 你会发了个标志的 提供 跟上豆腐似的 真的 不会 你 本 等 到 我 我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